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里亚纳海沟是世界上最深的海沟 平均深度8000米 离日本列岛最近还没有200公里 而在亚洲大陆板块互相挤压和太平洋板块后移的固同作用下 马里亚纳海沟正在以每年10厘米的速度向太平洋日本列岛方向扩展 而日本则正处于该分界线上 因此日本在这些外里的作用下也会慢慢下滑 也许将来的某一天就会彻底掉进海沟里面 最近美国科学家发现 受到2004年印尼大地震的影响 亚洲太平洋板块越来越弱 地震 海啸等也将更频发 而亚洲东部的日本列岛则更为堪忧 随时可能崩塌 在2015年日本发生火山爆发后 科学家们发现海沟的扩张速度又加快了 位于太平洋和亚洲板块之间的日本列岛的危险处境可想而知 一旦遇到大地震 除了南部的琉球群岛 其他日本列岛很可能就会被大海沟吞没毁于一旦 日本科学家显然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建议日本政府尽快做出防备约案 能对这次灭顶之灾做到有效防范 相信大家都很好奇日本会有哪些具体措施呢 玛里亚那海沟又将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我们深目一带吧 看完这个视频又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